鏡報的報道 這宗報道是關於沙律哥 他剛剛在岩菲路球場 倒過對他的舞會 車路士 射了一球非常精彩的入球 令利物浦以2比0 贏了車路士 沙律哥在車仔的時間 逗留了兩年 在13場的英超比賽中 只能入球兩球 但他轉了會去利物浦之後 在70場的英超中 入球51球 他在車路士和羅馬的舊隊友 艾茲里高爾 在接受天空體育訪問的時候 就這樣說 他說很老實說 在訓練的時候 我都沒有看到他有這麼好的實力 他就說 他見到 沙律哥最大的改變 就是他那個 無謂的態度 他的意思 就不是說他是自私 不是一個反練的意思 但是他就想入到很多球 這個是他的工作 他是需要入球 他啦 費命路 和文尼 個個都打得很好 但是他呢 就想給其他人做多一點點 他就想 是拿到這個球賽的主導 這個是他的時間 因為他之前呢 曾經試過呢 在很多比較大排的球員之下 去作賽 他現在呢 就很想自己成為重要的一員 OK 那這一場球呢 李物浦爾2比0 贏了車路士之後呢 他就繼續 給萬成領先2分 繼續在這個英超聯賽 爭族冠軍